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休闲时光 今天我来给大家看一看我这一盆特殊的蟹爪囊 这个盆子比较特殊,所以种植的方法也比较特殊 我这一盆蟹爪囊是在今年的5月21号牵插种植的 下面来看一看我这个蟹爪囊牵插种植的过程 今天我买了一个有特色的盆子 来看看它的侧面有6个洞 我就打算用它来牵插种植蟹爪囊 因为这个盆子的底部没有洞 所以我就在它的底部放一些松树球 这样子就使土和盆底有一些空间 等蟹爪囊长根以后就不会积水烂根 再放一些花生壳,使土保持疏松 来增加它的透气性 同时花生壳也是一种很好的肥料 然后倒一些土进去 这些蟹爪囊的只是从我家里先种有的五种蟹爪囊上摘下来的 有大红的粉色的粉白的和黄色的四种颜色 看一下这些蟹爪囊汁上面嫩叶很多 现在我要把它掐掉一些 这样子它就是水分上化不会太多 种起来就容易成活 现在我要把这些掐掉嫩叶的蟹爪囊的汁 分别从这个盆壁的六个洞里面种进去 再在中间种上几只 盖上一层土 盖上一层土 看现在种好了 就等着它长大开花吧 最后浇水 浇水就把土浇透就可以了 注意不要让水从旁边这些小洞里面移出来 把蟹爪囊放在一个阳光好的窗户前面 这样它就能够得到充足的光照 对它的生长和开花都非常有利 欢迎朋友们点赞和分享我的视频 请订阅我的频道 与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幸福休闲生活 谢谢